我們請陳立正議員 执行15分鐘 從合併到現在已經有改善了很多 包括文化爐 包括我們的停車場 之前是要收費的 那現在都已經規劃成停車不用收費 就是在於我們的建立之下 我們市政府也一直在改善 但是現在 密館就是在 好業的時候 就是很多車 或是大業的時候 人就是很多 場地就是爆滿 那也就是說 合併以後 以前士兵包括高雄縣的 都是來這邊在舉辦一些公計 或者是首領的這個期間 都是設立在那邊 那現在在那邊的情況 因為這一塊一面圖 這是士兵的一個平面圖 那我們看到這裡 這一個整個士兵的平面圖裡面 我最有意見的 一直在跟我們民政局來 提出一個建議 這裡是冷凍大樓 它是大樓式的座電梯 那在旁邊剛好進來的時候 這裡還有一個冷凍庫 那這邊就是 每到要舉辦公祭或者平常日 就是最大的一個作業地點 就是在這個區域 這是有兩間的路練室 那一邊都有六間 一邊有六間 這邊總共有十二間的路練室 那這個路練室 這這裡的作業 人來人往 還有車輛 救護車 還有禮儀車 還有一些 就是推棺木的這個 往來的一個出入動線 都是在這裡 都是在這裡 包括要公祭告別室的車輛 開進來的話 也幾乎都是擠在這裡 那也就是說 在整個士兵的平面圖裡面 這裡是工作量最大的 但是他用到的頻數 是最擁擠最少的 然後看到這裡的機關 一號到四號 還有五號到九號 機關就是在 還沒有公祭以前 大概會有一個禮拜 至十天的首齡期間 就是一間一間的 就是可能家屬他在很匆忙 不懂之下 被業者安排在這裡 就手齡守在這裡 就是在一號到九號 那他在這裡的時間 等於說他是面向路練室的 他在這邊手齡 每天就是看著這邊 路練的一個作業 然後我們都知道 我們台灣人 傳統手齡期間是非常重要 我們主席也是很關心 很方便的議題 在這段時間 就是陪伴王者 他最後的一個里程 那有可能就是 家人會輪流輪班的 在那邊守齡 或者是在那邊 失戀這個王者 他生前的一些 種種生活點滴 回顧一下他的喜怒哀樂 或者兄弟姐妹 會在那邊閒聊的時候 也會聊到王者的一些 過往的一些事情 在做一個懷戀 能夠再趁這樣 一個短短的時間 能夠陪伴 表示捨不得離開 還有可以在那邊做 最後的一段時間的一個相處 但是在這樣的環境 幾乎被安排在這裡 手齡的家屬 後來都跟本席反映說 在這幾天真的非常痛苦啊 因為每天就看著 對面就在那邊路練 看到這裡喔 這是 這是路練室 這是路練室 這是1號到4號 那這1號到4號這一排的 這個 機關室呢 就是在這邊守齡的 情形呢 他就是面向路練室 就看著裡面的作業 大體推來推去的 那這是5號到9號 這也是路練室 就是在這裡守齡的 你看都沒有 家屬坐在這裡 門就關一關 就坐不住了啊 一天就坐不住了啊 所以他們就沒辦法守齡 那你看這樣 也沒有辦法站在那邊守齡 在那邊陪伴 那造成王者跟家屬多大的遺憾啊 這短短的10天20天 最後的里程都沒有辦法 陪伴在王者的身邊 真的是 我覺得我們士兵 應該要做好這個把關 通常會到1號到9號的 機關室呢 都是在匆忙當下 被業者安排在那邊 因為有時候會想到說這種 機關室的這個廳位 不好租到 所以就趕快安排了 所以 這是 這是機關室的情況 在 機關室這9個廳的機關室呢 他對面就是這樣 一間一間的路練室 這個一間一間的路練室 也很簡陋啦 整個光線很黑暗 通風也不好 動線也不好 光目都在這裡 然後大體就在推來推去的 旁邊就是 就是那個機關室 所以他這個1號到9號的機關室 等於他都面對這樣的一個路練室 局長 我們看到這個是民間的禮儀公司 他們的機關室 他們是這樣 這樣 一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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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一整排 然後有時候在 守齡期間有親戚朋友來上鄉的話 也很好找 然後 家連在那邊守齡的話 也做得住 但在這段時間 起碼 他們事後都不會感到非常的遺憾 所以我建議局長 我建議局長 既官室的1號到9號 這個守齡期間 很容易受到那邊的路練作業 看到大體的一個干擾 就是停掉不要用 或者有更好的辦法 可以去改建 可以去改建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在路練室作業 的隔間 剛剛都有看到 他的設備不是很完善 那我建議 他路練完成的時候 不要在現場就告別式 就在那邊 拜拜告別 就出病了 因為為什麼呢 當然我們不能去管制到這麼嚴格 但是一般啦 這些場所都是我們士兵在規劃的 假如我們做一個 好好的規劃的話 我想那些家屬 他自然而然 就不會被業者安排到 這樣的一個過程 整個 錄練 跟那個 拜拜告別室要 要那個 公祭的 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應該因為他的 隔間不是很完善 這是錄練室 那通常很多呢 他就在這邊錄練 錄練完就在門口擺一個桌子 就在這邊公祭 拜拜 告別 然後就出病了 那在這樣的一個 很多親戚朋友如果來上鄉 來臉鄉的話 同時也會看到很多這樣的棺木 然後看到隔壁也有人在這邊錄練 然後大體推來推去的 等於說在這裡如果有一個或兩個在這邊辦告別式的話 那來的親戚朋友所有的朋友都會看到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場面 那我們覺得實在是 不忍心讓 這樣如果同時在錄練的這個家屬也沒有一個隱密嘛 也被看到了 然後來參加的一些親戚朋友 要參加臉鄉的也看到別人這邊做錄練 所以他整個的作業動線 都完全是 不符合這樣的一個比較貼心的一個設計 所以我建議局長 就是他的這個錄練完以後 當然會在這邊辦告別式的應該都是 考量經濟上的一個節省 那我們是建議 這裡有一個 剛才那個平面圖在 季官在錄練的旁邊有一個送行區啊 那個送行區就是在錄練完的時候可以推到送行區 可以祭拜然後就直接出病了 那我建議可以在 1到9號這個 季官是可以把它改成一個 一個 一個祭拜的送行區 讓如果說他們要節省經費 他 起碼 不用在錄練的地方就在那邊 舉行告別式 可以把他錄練完的時候呢 可以推到 這個 送行區這裡來 因為送行區是不用租金的嘛 剛才你們可以照線海 我們秘書應該很清楚 這個可以做一個完全的 一個 可以做一個 這裡 這裡有一個送行區 這裡有一個送行區 剛好是在 1號到9號裡面 這邊有一個送行區 那通常有一些業者他就不會怕麻煩 他會把 這裡錄練完成的時候就推到這個送行區 來給他們 來的親戚朋友祭拜 但是有些他就 要省略這樣的一個工作 要節省時間 或者是要節省麻煩他就會直接在這裡做完錄練的時候就在這邊舉辦告別式的 那我建議說在1到9號這裡 把他改成 把他拆掉或者把他改成不要當不要在這裡做 機關室可以把他作為一個另外一種空間或者是可以做一個造景美化都好或者可以做成一個送行區 就是因為這裡的一個空間已經太急了 小小的一個坪數也要錄練 也要計關也要冷凍 還有 還有兩條道路 這生命廊道還有一條路就是 在汽車出路的地方 那這裡有錦福錦德或者勇施勇懷勇靈勇安 這四個廳 一樣喔 他是在這邊錄練完還是推推推推到這邊來 所以這1到9真的在這裡首領的一些家屬啊 真的情何以堪 這個事後他們回想起來 已經 已經是很傷心了 然後又看到這樣的情景 整個 情緒心情又更加低落 那我要請局長 你等一下做一個回覆是不是能夠 改善而且要近期有 有積極的一個改善 那我們看到這是景行廳的前面的一個廣場 在這一兩年來我一直看到這個景行廳的廣場 就這麼大的一個坪數 就放在這裡 那如果說車子停在這裡的話 或者停在這裡的話 要走到這幾廳去告別的話 也是滿長的一個距離 那當然我們是考量到他整個一個光線 還有一個動線或者他的一個景觀 要看起來比較輕鬆 但是我們都有想到既然我們的這個土地這樣的寶貴要多利用的話 其實這個也可以做一個其他的規劃 可以再加以利用 不要說整個士兵的坪數配置圖 又不然的話就小小的坪數就作業就擠在那邊 然後其他的一個大大的一個景觀 當然景觀也是很重要但是可以作為一個適當的分配 那其實也跟議員報告 剛才的議員也有去跟民間的業者那個去做比擴充的 比較但是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那個價錢是天差地遠 你民間的做一天起來 他在我們自己公家的這個 那個機關室那個可以用好幾天 當然啦他是不同的 也跟議員報告所以會去用到我們市立的這個機關室的 其實真的都是我過去我在服務社會局服務的那些 那個會後你在詳細的一些資料給我 或是你有什麼樣的作法 來跟我講 那我的建議是說 當然是一到九是比較節省 那我意思是說他節省也是要有一個程度啦 不是說在這七天十天的時間裡面就 看到那樣的一個情景 我們會在動線上 當然考量的價位是不一樣 但起碼如果是不能把他停用 那在他整個動線或者他的出入口的改變 他整個動線你也可以去做改變 那我的建議是最好是停用 在其他的地方再找遞出來設置 機關室 我想我們會遵照議員期待 我們去檢視一下空間 未來如果大幅修正我們會來思考這一塊 包括空間的大小利用的比例 也是要做一個考量 局長你請坐 好謝謝 那我再來要請教委員考會局長 這個是愛台灣的免費WiFi無線上網的使用 那我請局長 現在我們有設幾個點在高雄市 謝謝議員 我們目前有713點 713點 那這些點都設在什麼地方 大概 大部分的就是平均 大部分是在 像我們的公家機關 像我們市政府裡面就有 還有一些公共場所裡面都有 公共場所 譬如說什麼地方 譬如醫院 醫院 或者 然後 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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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點沒有 警點很少 警點也有 但是 但是我上網去查你們的警點是 對 是幾乎是很少很少的 幾乎我是說大部分是在什麼地方 713點大部分是在什麼地方 區公所裡面也有 然後 就是說因為我們找的大部分都是公家機關 比較容易找到地點 是要洽工用的嘛 公家機關或銀行或郵局 圖書館 對 那我要建議 局長 這些地方是比較 因為要再擴展一點 譬如說是車站捷運高鐵 或者是觀光景點 這些都是比較少的 因為現在用網路的人很 好 兩分鐘 局長 現在用網路的人很多 那我請問一下 如果想要去到一個地方 要用我們高雄市的免費上網 要怎麼樣用 程序怎麼做 你請你答案 我們現在是有一個愛台灣 就是要第一次要登入進去 你變成他的 他有一個密碼 那以後他就會自動登入嘛 好 那但是 那怎麼登入 登入愛台灣然後呢 再下一個 下一個動作 動作不止一個喔 假設登 然後再來 進入愛台灣 你沒有帳戶的話 他會要求你登入 就是你 申請 你就自己設計一個密碼嘛 那你有了以後 下次你只要打進去你的帳號 甚至你自己的手機 到那個地方 你就可以點一下他進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比較不便民的 他還要再用手機去登入 然後給了一個密碼 然後以後要用這個密碼才能打開使用 但是很多的市民他不知道這樣的一個流程喔 幾乎他看到免費的上網 但是他無法使用 這一點我要請局長 然後再來就是 他的上網的這個接人率很差 很難去連上 是什麼原因不好使用 是品質差嗎 還是什麼 什麼那個問題在 很多的民眾他這樣反應 如果那個地方有很多人同時在上網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就是因為他的頻觀所限 這個目前是由這個 中華電信在發表 因為現在用網路的年輕人或中年人都很多 我希望能夠廣設 包括剛才本席所講的那幾個點 還有他的使用的一個流程應該要多宣導 因為很多人他不知道要怎麼樣的上網 那這樣是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服務我們的民眾 能夠方便他有時候去到那邊可以查 他公車的這個車班的時間 或者他想要去辦一些 洽工的話可以很了解 裡面的一個 馬上我們有一個資料 庫在我們手上 這是非常方便的 跟 報告 其實要增加這個 挨台灣的景點 是我們現在的 工作的重點 因為我們也知道現在使用的越來越多 那因為 台北市每年有編 一億五 我們事實上沒有預算去編 所以我們都想了一些其他方法 譬如說我們最近 除了說跟 娜娜局、觀光局要求他們在 景點的地方要多增加意外 我們呢 也跟高捷公司正在聯絡 因為高捷公司裡面現在有熱點 但是他不是愛台灣 所以 資訊安全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去拜訪過 希望他們有一百多點 都可以納入愛台灣 那最重要的 是我要講的 就是說 我們已經去拜訪 台北市的資訊局 正在談 整個六都 要合作 設立一個 台灣無線網路聯盟 那麼由台灣 從南到 從北到南 他只要 一個密碼打進去 就到你所有的 譬如說全家 7-11 裡面都可以 所以不需要用他們的密碼 就可以直接進去 那現在這個正在進行中 因為還要跟 中華電信 來談判 是 下一位我們請林萬榮 議員15分鐘 那個主席 我是不是可以跟你溝通一下 現在 目前 我們那個 不是 我跟你報告 我怕後面 如果還有人登記 那就是15分鐘 要說後面 再沒有人登記 發言 我再給你第二次發言 知道啦 現在 現在 就 這不必講啊 這東西要進來 我也沒辦法控制 好不好 因為大家都一樣 這要跟你報告一下 大家可以 給互相溝通一下 不是 這不是溝通 你如果說 30分鐘 後面一定要30分鐘 要怎麼辦 大家當時期間 大家都可以體諒 我現在意思是說 你第一輪就是15分鐘 後面如果沒有人登記 那我就跟你講 但是後面有登記的話 那就 就不行 等一下再說嘛 好不好 不是 所以我現在給你15分鐘啊 等15分鐘講完 要是沒有人來登記 那我就跟你講啊 不可以說一次 就給你30分鐘 這樣後面都30分鐘比照 那我就 不會這樣啦 因為 一路來不這樣啦 好啦好啦好啦 那就尊重你啦 因為大家 在旁邊當時感嘛 因為大家可以 互相嘛 好 那民政部門 業務質詢 我首先 來 我就針對我們 啊 各位 局處首長 柯市主管 你們辛苦了 那我就針對我們的市府 1999 民眾陳情的專案 那現在目前有 啊 我根據你們的 提供的資料 就是說 就是說現在目前有44的 啊我們的 那個 就在接電話的 接線 接線的 啊工作夥伴 那1999有成效卓越 但是仍然有 沒有進到周圓之處 引發民怨 那每個月 來 回頭 每個月有 七萬 七萬六千通 一年 接近有九十萬通 那我就舉個例子來講 高雄七 有很多的 攤販 就是 既有的 存有在 倒入 零食 攤販集中廠 那因為 攤販集中廠 在高雄市議會 在 在 有一 就 市 市長管理處 在我們 市議會 已經有通過 啊就是這個 攤販 零食 集中廠 管理自治條例 在 高雄市議會 有動議 起建後 給予七年的 輔導期 那我相信 我們的 研考會 阿倫 馬上辦中心 就是 1999的 主任 你來了解一下 民眾 他檢舉 因為他的檢舉 他的不了解 產生我們的 很多的攤販 真的是 無手 是從 民眾向1999來做這樣子的反應 反應之後 你們應該要去做 是不是要這樣 過了一下 那你們就直接 就送到 轄區 遠景 那才去做 取締 的 攤商 還是說 1999 就你們檢舉之後 你們得起 你們就去分案去 去送 很多的相關的單位 那我舉個例來說 各鄉市 有很多 現有的 攤販 集中廠 攤商的集中廠 像這樣子 井然有序 的一個 街道乾淨整潔 就這麼的乾淨整潔 為什麼有一些 有的人是因為 他沒手 就是 他可能就是 他要去 從中去 獲利 他就是 那個人說 剛好是在一個 廢案期 因為 有些民眾他是 故意去 檢舉 他覺得說 我們的 那個攤商 金長 他就說 他和那種 警察 和香港單位 他有 很多的一種 管道 他可以去安撫 他這個就是 不要我們市政府 1999 他就 讓人 做一個 你說 利用的工具 警方前往取締 你發明 他就是要給他輔導嘛 可以做生理 當然 他現在就是一個輔導期 七年嘛 你給他取締 真的 我用 來看 來秀一下 他真的是 頭痛 五手四重喔 他就在那 納涼 到底 我覺得說 剛剛所呈現的 也就是本席 有去 你知道嗎 有這麼乾淨的街道 所以他這是 不是合法 也是 市府在 福島的當中 對一條 各方七的 臨時集中場 有這麼樣的 乾淨整潔 你告訴我 看對一條 因為有些人就是因為 這是一個 齁 灰色地帶 有些人要強迫 在那邊沒有 黑白 齁 就是 亂 亂去檢取 而且 又黑白去照顧別人 人家有建商 他也有說 他黑白 黑白去照顧 一些人在那裡 起床的人 所以 在這裡說 那裡起床的人 含 含這些 攤商 變成對立了 因為他五歲 這個 在那裡起床的 建商 那個建商他說 他說我哪有可能說 來去 來去做壞人 他說他在那裡起床 他也是覺得說 剛好有這個 很老烈的地方 頭前還有公圈 他在這裡做生意還不是說 做整個整個 他只是一個早上的期間 我們如果說 我們如果說 臨時 集中廠 他還是 普通人的檢舉 如果會反對 他就是噪音嘛 有很多的噪音 可能就是 讓人家沒有行的空間 就是 阻礙人家 行的空間 不再去檢舉 像剛剛那個你都看到 我們的主任 你有 我本席也有傳來給你看 現在又知道 讓人在那裡 檢舉 那你們 聽到檢舉聲 也沒有去了解 整個 內幕 你們就要送到那個警察局 警察局的歌去檢舉 我覺得這實在 讓我們的老闆 不知道要怎樣 我真的 因為他們那麼乾脆 那就是本社會跟他們說 我說 你們要做生意 行 但是 你也是 還不是 說正規的 這個 攤販集中廠 你們還是被輔導的當中 但是你 可以 退縮 讓 人民 讓在那附近的居民 走路 開車 通常 不可以讓他們認為 我真的 我真的是不了解 我們的1999的主任 你們到底 是怎麼樣的去處理 1999 雖然你們很辛苦 業務也很繁重 但是 不要讓一種無理取鬧 的人 一再檢舉 成為利用1999作為 惡意攻擊的工具嘛 1999 這不是成為了幫兇嗎 這這樣的案子 你們該如何的處理 等一下再給我回答 好 接下來 我來講我們殯葬業 我們殯葬管理處 的 有需 努力改善的空間 尊重生命 人生在終點 當然 尊嚴是最重要的 對生命尊重 從生命禮儀教育做起 在民國九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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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勞工委員會正式 開辦 職業務會 預算科目 獎府助費受到 波及被刪 但是你這個科目不能被刪啊 理從業人員 理職業工會培訓課程金 他的金會有限 但是有意從事殯葬業者 的工作者 無法接受培訓 那這個部分 等一下局長 之前是我們的 我們的前局長 曾知文 局長 依依馬加強西 但是現在是我們的張海謙局長 那這個問題等一下 你再給我做一個回應 好那我們就來講 季官是一到九 旁邊就是一個送行區 冷凍庫 各有男女入戀室 女性入戀室 但是這個之前 本席也一直 有跟我們的曾局長 有來探討 但是在那個當中 有做相關的改善 但是現在又 又再無事 因為我們的市民朋友 你知道說 會在入戀室家 通常都是比較 他的經濟狀況 不是很好的市民朋友 好來我們 殯葬管理處 在機關室 以缺乏管理 也光線不足 陰暗 你往生者的家屬 前往 要祭拜 嚇出一身冷汗 為什麼說他嚇出一身冷汗 因為你在那個 男的 男性跟女性 女性的路戀室家 那邊有一個牌子 你們應該 誰 男性 就在男性那邊 女性 就在女性這一邊 但是 你那裡有一個門牌 你可以說 某某福 某某誰 因為我不能講誰 就是 你們要在那個地方 要嚴格的去做 要請業者去幫他做一個 某某福 某某老夫人 某某老先生 你要把他的名 往生者的名 你要把他寫一下 要不然你就知道說 很多 會去入戀室的人 同學都是 經濟比較不太好的 鄉親 他們 一定是 他的經濟不好的 鄉親 他也是他的親家 也是他的朋友 但是他想要去 紀念 免牌 這個往生者的時候 你知道 你都沒有給他寫 像我們 我們跟主席 我們對這種 會去跟 那個人關心 我們不會怕啊 我們真的坦誤誤 但是不是他們會怕 是因為那個地方 他們從來沒有去過嘛 那他們現在就要去找 他們的家人 或是他們朋友的時候 找 你們因為那裡都沒有標示 某某 老夫人 或老先生 你叫他們 一間一間去農 去看 結果都看了看了 人家的大體 你知道他們回來 搞不好說 觀眾啊我來鄉受驚啦 我這個問題 我早已經有講過N次了 你們為什麼不要去 把這個事情 把它弄好啊 之前是鄭所長 之前是鄭處長 那現在大家是有新的處長 我就不知道是哪一位 我想 在陸念市 尤其啊 在1 那個機關市的1到9啦 1到9人家 機關市那裡有很多 他的家人 都會在那裡做 手臨啦 那因為機關市的1到9 他的旁邊 剛好就是 陸念市嘛 那 大體這樣 撒來撒去 當然 他們的從業人員 他們都不會忌諱 但是在那裡做人的人 真正就是看得好 看得真正是毛骨悚然啦 那我之前 我就 在 好幾個會期之前 我就有 有去 跟那個 台南市 的殯葬處 我有去給他們 做個 諮詢 到現在經過幾年了 我也沒有看到我們的 殯葬處 有做這樣子的 因為 他這是 冷凍室 冷凍室 有時候他就 撒來撒去 還是說 這裡是 我們的 我們的 這個動線就是這樣子嘛 他這是 冷凍室 他要撒來這裡 就是 入戀室嘛 你在這裡這樣撒來 旁邊又有一個 機關室 那機關室 他 機關室1到9 那就是 有人在那裡守臨嘛 那你這樣子 就這樣撒來撒去 我說如果撒來撒去 有當時 就馬上 可以看到那個大體 本時要講的就是說 你不要光是看那個大體 你看他在那裡 兩兵兵 撒來就是 白白就是在那裡 兩兵兵 其實他是有靈感的 他是有靈性的 你看他這樣白白 他撒來 其實他也是 難為情的啊 為什麼 我 他的大體 是要給他們的親人看的 為什麼要給 那麼大眾廣庭 的 那麼多人 看到他的大體 我想 他是會難為情的 那我當時有講說 你們在那個 在那個 在推那個 入那個 大體的 那個 那個 車子上面 要給他用一個 簾子 用一個門簾 門簾 把他弄一下 如果一到九 他們在那邊守臨 也不會直接看到大體啊 你可以把他在推大體的那個 架子 那個車上 你可以用一個 你們可以去 想個辦法 是不是 把他用一個 像門簾一樣 就自己 像那個門簾一樣 自己 用一個 可以有一個區隔 讓在那邊 工作者 還是在那裡守臨的人 不要直接看到大體 我覺得 當然 我現在還很健康的 每一個人 都會走到這步嘛 走到這步的時候 你光是一個大體 讓這麼多人都看到他那邊 這是畢竟啦 一定是在那裡 要來入練 一定要讓他一個 退兵嘛 要讓他冷卻嘛 我想 這個 這個 我覺得很難過 所以 局長啊 我這樣子講 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聽到 我的意涵 啊 之前我一直 一定有 有在把這個 事情在推 但是到現在 曾智雯 喔 局長他已經去當了秘書長了 那 殯葬處的 處長 你現在又是新人 你們有沒有做 任何的交接 第二十五號演十分鐘 好 那 這個 這個部分 等一下 我們那個 局長 你再跟本席回應一下 齁 還有 啊 我現在也是反應 啊 今年的問題啦 當然農曆年放假九天 本來就是 就是放假九天啊 這個是正常嘛 齁 那是因為 啊 兵葬 管理處啦 齁 是不是也是跟著放九天啊 齁 那是本時 這是我們的民眾一個要求啦齁 因為你就知道說 現在的人 就是都 住在那個大樓齁 集合 集合式的住宅 就是公務 大廈 大樓 現在有透天的 人齁 應該比較少喔 那 是因為民眾在反應 在過年的時候齁 當然 造成 往生者 無法 可以做 機關齁 這個 呃 好像 我們也是 也是都有 有休假嘛 啊 我們是不是可以 建議說 是不是可以 像這個如果要去做機關的 往生者 不知道當時的王生在過年當中 什麼是準備王生沒辦法理解嘛 就像我們的警察局 警察局 他也不可能說打烊嘛 警察局一定是有 留守的人 啊 雖然在過年當中 大家都也是要休息嘛齁 啊 總是有留守的人 那這是 本席的一個建議啦齁 都在過年的時間 啊 啊 啊 所以說 可以讓他們 辦機關的這個 程序啦齁 這個流程 那如果說 去 火花那個 我是沒有 我沒有意見啦齁 可以說 做機關啊 因為 你會知道說 剛才過年的時候 大家都很冷 冷 有時候 一些長輩都 比較容易 造成 就是 生命的 沒有辦法去保障嘛齁 所以讓我們很多 我們的市民朋友 他們家裡還沒放進 還不知道要怎麼樣的時候 這是本席的建議齁 說今年 也 是不是在那個年初的時候 有往生者找不到機關室 這個窘境齁 所以 本席是建議說 我們殯葬處 在內部是不是可以調整 方便往生者有一個機關 可以先放一下 至於那個火花那個 我就沒有意見啦齁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也很感謝齁 就是說 在 我們的 那個電子晚年齁 也在本席 我們議員 有很多人 都在關心 這個電子晚年齁 這個電子晚年齁 也已經齁 都把它弄好了嘛齁 那所以說 現在 的 真的是 也很棒啦齁 就是說我們有八間的電子晚年齁 現在 都已經全面齁啟動了 也象徵著政府的政策 有領頭羊齁 領頭羊的帶頭作用 但也 需要更多的 勿 勿散其用 的 好 這個是很好的 意見 那 火花爐齁 也是我們 我們 很多的議員朋友齁 議員同事 在這個太舊換新 這個 本席 也 也這樣子的 幾乎很長講 那 有看到你們的進步 那以前 就是 火花爐你看 烏煙瘴氣 現在 現在的那個火花爐 十八點 火花爐 是不是 在如期齁 在今年已經有完成了 還是今年要給他完成 還是現在完成的進度如何啦齁 這是本席 要來 幫我們的 齁 張乃謙局長齁 因為你也剛到位嘛齁 齁 或許我們在 民國齁 齁 在101年的時候就開始 齁 每年有編列 經費 一樓大約有1200萬 齁 進行更新 齁 除了 爐外 他要加裝 廢棄排放 設備 現在 十八 十八座的 火花爐 齁 太舊換新 齁 還知道 我們 那個 就是我們的 呃 現在的殯葬處那邊齁 啊真的是 那個 停車場也是不夠啦齁 啊是不是 以現有的 呃 我們的內部的狀況 是不是 有對一台可以再去做一個調整齁齁 這是本席 啊 做一個建議啦齁 啊當然 也我們的 呃 市民朋友齁 也在 也在 講說 我們那個 呃 我們的 我們的 公墓公園化 齁 讓提升 高雄的 nied 我們 那個 高雄市的門面 因為我們 在 啊 高速公路欄 進入 我們的高雄市的時候齁齁齁 啊 很多人很多 家屬的長輩都在那邊 這是過去的工忙 那我也知道說我們 市政府包括我們市議會 都想說可以把我們這個高雄市的問名 還可以進度加快 當然本來在那兩年 已經進步到四年要完成 這是我們的市民朋友的期待 這是我們的市民朋友 也一直在跟我反應說 是不是當時已經好 你透過今天也等一下 給我做一個回應 表示說我們議會跟市政府 在這方面我們有在做努力 就像我們剛剛我講的就是說 那個後勤的動線 也已經開閉完成了 因為本省要在這裡標示就是說 該你們沒有做到的 我們就趕快去把它做 做到到位 當然你有做好的 本省也把你們學路啊 就像這個 是當時 過去的入鏈市 在法治市到火化場 也動線不良嘛 形同史相嘛 包括救護車 林車 都必須要回頭倒轉 遇到有其他的車輛的時候 他就是在這裡堵塞嘛 東彈不得嘛 這是過期的現象嘛 就剛剛好 就現在那過去的現象是這樣子嘛 那在本省 一再的去 去 直詢 那一再的 跟我們的 曾知文局長 其實曾知文局長 在當時他當局長的時候 我覺得他 本市在這邊 做個建議 直詢的時候 我覺得很感心 就說 他都真的是 親自親力親為 他都是去現場 會看 他去現場 帶著我們的處長 還有所長 他們就是 還有科士的 他就是這樣一位一位去看 所以才有 現在的 這樣子的動線 你看 他開闢完成 車輛進入也可以順暢的 就是 可以這樣子的 很順暢的 這樣有通行 就不用再回轉 你會知道 如果說 台灣人有一個例子 就是說 沒在走到帶 因為 你在殯葬的當中 你就是 處理一直一直一直去 一直往前走 沒有再回頭 所以說 也感謝 我們的曾知文 那個 局長的時候 那本市一再的 講 包括他這裡都有 積水 那現在都完成 也沒有積水 現象都已經改除了 所以 我想 如果 在像這個 入鏈室的旁邊 的家屬 的休息室 以前也是沒有 但是現在 就變得很棒了 裡面有 有飲水機 有電視 還有休息室 還有更衣室 還有桌椅 大家可以在那 這樣 雖然他在悲傷 的情況之下 但是有一個 可以有一個飲水機 電視 還有可以在那 大家在那 這樣 開動一下 舒緩一種 悲情 的狀況 這個都是 你們有做的 當有做的 我也是要給你們一個 表揚 所以說剛剛 本市在講 就是說 你的 包括他們那個 有機關室 一二 二三 二三樓 以前也是 很壞 也是很會 本市也在這邊講 通風設備也不好 空氣不良 又是在 灰暗 但是現在 本市 一直質詢之後 他本來很小 現在變得比較大 我這樣講 我們 局長不知道 聽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他那個機關室 在那個機關室 二樓三樓 那現在也是很好啊 所以他在那機關 但是以前是 好小一間 那現在已經有 拓展到 兩間並一間了 現在是 我們 兵葬處 民政局 在進步的地方 所以說 本市要講 就是說 你們現在本市 覺得你們還沒有做到好的 沒有做到 再五分鐘第三次歡迎 謝謝 那我就 我現在就是說 還沒有做到 到位的地方 就是說 一到九 齁 那個人家在守齡的時候 我們 那裡又有入戀室 啊 因為入戀室 你不能說 這個 這個現況就是這樣啊 這就是冷凍 冷凍室 啊入戀室 女性的入戀室 啊這是一到九 啊這裡是送行區 我把 我這個 powerpoint的圖 就是現況的 現有的實況 就是這樣 那你一到九 他在那邊守齡 啊這冷凍室 他是不是要把 長輩 他的親人的 啊這大體 是不是 他就要 要就是 用 用 用請的齁 我們說用請的好了 別說用殺的 他就是用請的 他就是用一個 用一個那個就是 在推車的那個齁 我們就把他請到 他還是在男性入戀室 還是在女性入戀室家 我這樣講 那個 局長你可以理解齁 好 那那相信你也都有去看過了齁 那如果從女動室出來 那他在一間的時候 是因為 這剛才是一間一間 的這個 啊 這是機關室嘛 啊因為現在人 也是 要送他的親人 啊就是陪伴嘛 啊就是在那裡做伴 人家說在那裡守齡 啊在這裡守齡 就是有酒間嘛 酒間要在冷凍室出來 他要去男性的入戀室 還是女性的入戀室 他就必須他就會從這裡 有一個通道這樣進來 但是如果很多 很多人要去做這樣子的工作的時候 勢必在這裡的人都一定會看得到嘛 啊這就是本社 啊這個你現在叫他說搬走是不可能嘛 所以本社要要求你們就是說 在他的推車的時候 在推車的時候 你們可以用一個 你們可以去設計 你這個 推大體的車子 他現在是平面的嘛 啊你是不是可以 看他怎麼駕起來 用一個 算是窗簾 還是用一個簾子 把這個 大體就把他 就是把他 圍起來 啊讓他這個大體在裡面 所以他在推的當中 我們的市民朋友 沒有馬上 喔 就看到嘛 啊你如果用一個簾子 齁 齁 齁 把他圍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也對大體 對往生者的尊重 也讓在那邊守齡的人 還是說 齁 可以 可以說齁 不要直接看到 啊還有就是說 在日 入鏈市的當中 他們在入鏈的當中齁 齁 就是說 他們在 在做日鏈 入鏈的一種 那個 程序齁 齁 他是要把他大體 要用他的 那個 那個 就是 那個棺木嘛齁 齁 他現在要在入鏈的時候 他是不是要把那個簾子 把它 關起來 啊過去就是因為都沒有 本席 要求 啊 結果我們也有做了啊 那個簾子 也有把他做起來 但是 你們要去跟業者說 說 啊你們是不是 喔 把他 先把他那個門簾先把他關 關起來一下 罵我們的市民朋友 有時候要去看他們 都的人 還是 要去看他們的 好朋友 不要說 那些都有十間 阿嬤的十間 都是一直去看 一直去看 看到齁 實在 有時候齁 他們說回來還要太害怕 啊其實 那個 往生者也不會怎樣啊 啊 但是就是說 你們應該要去務實 去貫徹 你做那個簾子 都沒有做簾子 那個窗簾啊 我這樣子講 局長你 聽得懂嗎 就入鏈市 他本來是都 空的 都是沒有窗簾的 也沒有問的 啊因為本席 有 有質詢 啊我們曾智雯 局長齁 他也有去做 那麼有 設備都有 有進去了 那個算是 軟體的設備嘛 阿哥哥你有那個設備 但是你們沒有去貫徹 讓 在入鏈的當中 把那個簾子 就先把它關起來一下 啊我 我講了那麼多啦 阿局長你有沒有聽得懂我的意思 那是不是行李回答一下好了 好機長答案 好謝謝主席 跟林議員報告 冰葬處我平均一個禮拜至少去兩次三次 好那最好啊 所以我都非常的清楚 那我會針對議員所指示的部分 然後我們再去了解做修正 好 那就是說 你什麼時候要把它修正到位 我們先了解這個 這個狀況去應該 其實我 這個很簡單啊 對我們都有去看 其實 狀況上齁 其實可能跟議員講的 我想我們應該是 沒有說的這樣 阿我們會去了解 阿如果確實 你如果說沒有說 你是不是 你不要這樣講 如果就是有這個問題 我才會提出來講 你一講 不是 李完我早前講的 不是說你講的 我的意思是說 是不是他們有像你說的 連結了不夠 一些 動線上 我們有了解 是不是我們可以做些受情 我講的是這樣 因為你有在說到那個連結 其實我們電話都有做 對啦 所以是不是已經叫了不夠 對 所以我們來了解 因為我們已經都有做 我們來了解是不是 已經叫了不夠 特別是在那個部分 我說的是這個部分 如果是這樣 我們的研究架 我們的業者 那個名牌我知道 那個名牌 這個我們都有 可能是不夠明顯 我們未來會來加強 完全沒有做 完全沒有行 是 好 我們來了解 做改善 還有 我就是之前有講 就是說 那個在 我們說 剛好在車大骨 那時候 應該有一個車 是 是 是 一台車 車大骨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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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我們再想要 自己一下子 一個 這個你們都沒有做 才會產生 我剛剛好像 還沒有提及之前 我們的那個議員 好像是一個 陳肇登議員 他也有講到 跟我們朋友的問題 他因為 他要說 這就是 是 好 我哪了解 是 是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指文答案 好 指文答案 指文答案 請問答案 請問答案 指文答案 指文答案 謝謝林議員 我想說針對一九九九的受理的話物 先前林議員打電話到我們這邊的時候 其實有跟林議員報告過 因為其實一九九九的話物人員 每一個都是坐在辦公室裡的一個接線的同仁 他在受理民眾的陳情之後 尤其是檢舉的案件 假如他不是沒有據名的話 其實按照所有的法規規定 我們都必須錄案 入案之後我們再交給主管機關 去現場查證 再給一些比較適當的處理 這個大概是我們一個標準的一個流程 那林議員所說的這個個案 我了解狀況 的確 他看起來是一個整齊的一個夜市攤販 那實在是 或許行政機關沒有必要再一再的去打擾 但是這個的確是一個主管機關應該要去執行的一個權責 那對於化物人員事前就要去過濾 這個可能會讓我們的化物人員 他在執行上的時候會有一定的困難 而且我們也會違反相關的規定 好 沒有關係 因為化物人員 他只是一個機械生 那他沒有辦法去過濾 但是你們要傳給你們的機關的時候 機關要去過濾 那你們可以去要求嗎 你們再去要求嗎 對 對於主管機關其實 我們在相關的法規都有一定的規定 就是行政程序法173條 或是人民陳情案件處理要點 都有相關規定 對於一再陳情或是檢舉的個案 主管機關都有權責 可以告訴他說 你這個是重複檢舉的案件 我們不再受理 但是這個必須由主管機關去查證之後 再來做這樣的動作 會比較釋法一點 好 那我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針對我們高雄市勘犯飲食集中 他的制度條例頂頭 就是議會有鴻運市府 給予七年的補導期 那這個你們是不是要去 要去告訴那個警察單位啊 呃 這樣子的個案 其實我們會分給第一個是金發局 好 對於對於那個議會的這個承諾 其實是金發局在做輔導 再來的話我們會分案給警察局 那警察局其實可以跟金發局做一定程度的合作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還正在輔導中的案件 我們怎麼樣兩邊可以互相合作 不要造成一個互相的影響 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好 那我現在認識 是 那是不是有明19周 我問你 是不是請那個金發局還有警察局 你們內部要是溝通 溝通之後 好 來告訴你們 我是不是也一樣 就是我這邊來跟金發局 還有跟警察局 我們來做一個溝通 那 這個這個最後的一個權責 其實還是必須有這兩個機關 按照他們相關的法規來處理會比較適當一點 是 對 對這個部分我們盡量來來做一點協助 好 謝謝林議員 謝謝 大家辛苦了 下午的疫情到此結束 明天上午九點繼續開會啦 上會